日本海上自衛隊1954年成立以來 第一次有軍艦沒有通知中國就駛入中國的領海 日本當局已經向中國作出了說明說是技術性失誤 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的外交人員說 梁月號導彈護衛艦在今年7月4日駛入浙江附近的中國領海 攝氏艦長今年5月才上任他已經被設職 日本當局也經過非官方的渠道通知中國 並準備處罰護衛艦上沒有認真理職 未能發現問題的船員 中國外交部早前說 中方已經要求日方徹查事件 並承諾類似事件不會再發生